常言贵 你狗人的要遭报应的 我遭啥报应 我是为民除害 又不是破坏抗日 伙子卑的戏里 不是把你唱成黄河爷吗 你就投胎到黄河里去当爷吧 走前想留下啥话 说吧 黄河边上有个狮子弹 金木水火把深岸 河边的水车不停转 娘的喊声在耳边 喊到了冬 喊到了心 喊到了人头落了地 我恨你 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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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四 弟兄们 李伙德途中拒谱 跳进黄河要逃跑 被我们击毙了 明白吗 明白 哦 队长 你咋不问问 他把县长的娘绑哪了 咱们回去好交代啊 你可不怎么不早说呢 彪子 一会儿靠完后 你先回去 见了县长 就说找了一夜没找到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县长娘被绑的事 明白了 行 先来呀 咱们这个独立营 有三个连 一个连是三个牌 一个牌呢 是三个班 这就是三三制 李伙德同志呢 是咱们的营长 我呢 就是咱营的教导员 过几天呀 从部队来的同志 会充实到各个连队去 做指导员 毛主席说过 党指挥枪 我们的党支部啊 要建在各个连队上 郭同志 我 你怎么还叫郭同志 要叫教导员 还有 要按部队的规矩办 开会要说话 那得先举手 首长让你说话你再说 这么多规矩 袭下记不住 挺慢慢的来 报告 刘三阳同志 您还有啥问题呀 教导员 我 我能不能参加共产党 成为组织里的人 你们 是不是都想参加共产党啊 是 好啊 这说明 我昨天的课没有白讲啊 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共产党的好 但是 每一个要求入党的人 都必须经过组织的考验 要按照党员的标准 严格的要求自己 不但 按我昨天讲的三大距离 拔向注意去做 而且要做得更好 我们共产党 是一个先进的组织 只有先进的人 才能进入这个组织 大家 大家 要努力的改造 首先 把你们自己身上的匪迹 全部改掉 要做一个 响当当的八路军战士 不要像黎霍德这样 擅自行动 跑回去见娘 好了 下面 我给大家讲讲 现在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形势 和国内的抗战形势 以后啊 像这样的政治决心 要进场进行 你们在座的 都是咱们赢各连排的领导 光会打仗可不行 还要知道 为什么去打仗 什么 你 你们把人给打死了 对 打死了 他从羊皮筏子上跳进了黄河里 我们怕他又跑了 就把他打死了 那 那我娘可咋卖啊 你这不是叫了我的命吗 县长 我也是回到县城里 才知道你娘被绑的事啊 你说这俩狗日的 咱就找了一页也没找找我们呢 县长 我要是知道了你娘被绑的事 我会马上带人撤回来 行了行了行了 人都被打死了 你说这俩人也屁用 你说 我 我娘咋办 县长 这事我想好了 咱要在全县大张旗鼓的庆功 告诉全城的百姓 就说李伙德 被咱保安队给打死了 让李伙德的手下赶紧来投案自首 你想想 他的手下知道李伙德死了 哪个还敢硬气 谁还敢再干恶事 那他们要是敢干呢 那我娘不就没命了吗 咱把话说得狠一点 就说 如果他们不放过你娘 咱就把他们的娘 包括李伙德的娘 都绑到县城的大狱里来 自债母还 自债母还 我就不信 他们敢不放人 这可是一不险棋啊 是 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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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请我张队长接电话 我是肥 我是你哥 我跟你说啊 你听着 你单不走离皮上才贵了 不要说 啥都不要说了 你现在马上回来 我就在这个地方等你着 张老爷 你坐 我给你倒杯水去 我 我 我 你 你 你们昨天 抛着狮子探上去 是抓烈火打起了 对 人来 他在回来的羊屁阀上 跳荒河想跑 被我们给打死了 啥 打死了 张老爷 你坐 我跟你慢慢说 哎 看什么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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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火炉抽了 那个张银贵啊 最听他哥的话了 哎呦 太帅了 这帮狗官是骗了火炉 哎 说是不抓火炉 这些车里都知道你啊 哎 嫂子 你这是弄的 你可把火挖害了 跟球三人跟你说 滚 他说 放人吧 就是 嗯 老姐姐啊 你糊涂啊 咋说呀 放不放人呀 就是 你把火挖地敲了 飞飙了 啥子都让鸡娃个 扔到了 扔了 你用棍子把火挖的腿给 做烧了 那是你挖着 你怎么就能瞎下手着 你这个心怎么这么狠上你 你知道他是我挖 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住 我能不心疼你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把他腿打烧的 不是 我做急了吗 你做急了也不能这么做事 你把你挖害了 他说你 我挖咋了 你知道你妈给你留下了一句话是啥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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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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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哪儿说 娘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我 我恨了吗 他们是不是把火挖给给做死了 那把火挖抓回来坐在羊皮法子上的说的是 火挖要跳黄河投跑 你这个挖呀就是你跑啥的你 我能救你吗 你跑来做啥的 这一跑来那么这些胜口们开枪的把 把挖给打到了 帮我 绝靖 老姐姐 老姐姐 那身内后 我把你依日痛 绝靖 我是你 我 你 就这么说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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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什么事情 海不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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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让我娘拦住了啊 你可得替我去解围啊 县长说了 咱保安队这次是立了大功 除掉了李伙德 咱线就安静了 咱保安队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他答案的五千块大洋 一定会兑现 只是现在这事还没完 暂时还不能兑现 为啥 那李伙德都死了 咋还不兑现呢 队长 县长是使不得给了吧 胡扯 县长说话 能不算话 县长说了 他娘是被李伙德绑了票 啥时他娘平安回来 啥时给咱五千块大洋的赏钱 哎呀 这可难了 李伙德手下要是 能不能让我这一会儿 一个个想钱都想疯了 不就是让县长娘能平安回来吗 这事咱这么办 你们去给我上街 敲锣打鼓放鞭炮 告诉全城的百姓 就说咱保安队给全城百姓干了件大好事 除掉了恶北李伙德 让李伙德的手下赶紧来投案自首 他们谁要是敢向县长的娘下毒手 咱就绑了他们的娘和李伙德的娘 这叫子债母还 我告诉你们 县长的娘肯定能平安回来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 走 彪子 喂 彪子 我哥走时 说啥了 他他骂你呢 骂得可狠了 骂我啥了 他骂你是 他骂你是个畜生 等着遭报应他 还 还说永远不认你这个弟弟了 叫你一辈子别去找他 先不理他 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等过了这阵 他自己消了气就好了 你去吧 张静棍啊 张静棍 你真是个土鳖 起报 起报 乐斐李伙德今天已被我保安队击毙 这可是给咱们权限 除去的一大祸害 李伙德的手下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不要再干啥恶事了 李伙德已死 你们快把绑去的县长娘放了吗 你们要是再干恶事 你们的娘和李伙德的娘就要受制了 县长说了 自宅母案 起报 起报 令我得今天被我保安队击毙 这可是给咱们权限 除去的一大祸害 小丫头 跟我处理一下 奶奶 父母亲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 你们要遭见这孩子 我就死给你们看 你胡说 我火爷啥时候欺负过你人 走 跟我走 快点 奶奶 跟我走 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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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鹰子 坐下 坐 别害我 哭什么 哭 打死你 快走 快走啊 姚 咋了 出啥事了 火爷死了 让县报案队那张银棍 被人给打死的 啥 火爷死了 他没救了他呀 这个咋办呀 是你小的 鹰子 要杀了县长的娘 给火爷报仇 可你打救 他不同意 你问我鹰头 你问问 三娘 这事 跟现场娘又没有关系 再说 人家对我那么好 他杀了人家干啥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那你说咋 就这么白白的把你们放了 我们白折腾了半天 一通担惊受怕的 白忙活了 火爷白死了 鹰子 火爷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火爷的这个仇 咱们必须得报 你吵什么呢 这不能生意小点啊 大哥 那你说咋吧 我是不是想办法的 火爷这个仇 一定得报 而且 给火爷报仇的人 可能也不少 但是这个事 不能着急 别慢慢的来 吸报 吸报 恶陪李火腾 今天已被我们保安队枪毙 这可是给咱们全县老百姓 除去了一大祸案 李火腾的手下 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不要再干啥恶事了 李火腾已死 你们快把房区的现场娘 放了不 吸报 吸报 恶陪李火腾 今天已被我们保安队枪毙 这 这可是给咱们全县老百姓 这可是给咱们全县老百姓 干啥就多恶事 咱们这些一大祸案 李火腾的手下 你都听话 任命书 此任命李火腾同 这 为独立营 独立营营长 这 这 这个李火腾 是你们八路军 独立营的营长 你们好大的胆 居然敢杀八路军的杠 这 这是不是破坏 国共合作 是不是破坏统一战线 这 这帽子扣大了 扣得太大了 你们就是借我十万个胆 我也不敢干这事啊 可你们干了 李火都被你们杀了 可 可我们实在不知道 他是你们共产党的人呢 我 我们只是剿匪 你们大海也知道 他以前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土匪啊 我们当然知道 一个从不做恶事的土匪 而且这个土匪 是被你们逼成了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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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不能这么说啊 他是杀了人 反下人员案的吗 你以前杀过多少共产党人 想必你最清楚 但现在是国共合作 一起抗日的时候 你还在杀我们的同志 姓黄的 这个账 我们会找你算的 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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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共产党 杀得好 杀得好 杀得还 我生恒恒大 来且留忠法乡 好 好 好 和我耳朵的人都得死 一会儿到前面停一下啊 买几挂鞭 回去把门上好好放一放 好 知道了 老爷 老爷 到家了 老爷 老爷 放边 放边啊 放完了我再进去 好 我住在这儿了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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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 找我 你找我 找我 找你 找你 找我 找我 老爷 快快快 快看看 里头有活的 里头有东西 快去看看 快去啊 那里头啥东西 老爷 里面绑着两个人 小哥 那里头来的 老婶子 怎么是你啊 老爷 你认识 哎呀 这是咱现场的娘 快戒绳子 哎 皮了 馒头 馒头 又生意了 馒头 看一看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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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胖子 我胖子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找我呀 我来 是 你就是鹰子的大舅呗 你 你是谁呀 我是火爷的人 火爷的人 哎呀 火爷是谁 我可不知道啊 哎 你个死胖子 你忘了我家火爷 救你家鹰子来 你真是火爷的人 这还有假 你忘了 上回在羊圈子里来 火爷把鹰子 救了以后呢 还是我给羊圈子送回家来的 好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哥 你咋能说话不算话呢 你咋比土匪还土匪呢 哎咋 你胡说啥呢 真知识 你没说得对 你把娘都骗了 你说你不抓那个火爷了 你怎么还是把人家抓了 你真是比土匪还土匪 娘 咱不说话啊 让大夫好好给你瞧瞧 有啥话 咱一会儿说 娘 这是好事 我还没有进院子 我就让我那拉车的老愣 在门背后放了一挂边 我怕那边扎着我 我就往那门外头的墙角里 闪了一下 就这一闪 看见脚底下两个马带 打开一看 陈徐他娘和那个鹰子 这帮土匪 果然叫我猜对 我们保安队 在街上才喊了半天 他们就把人放了 这李伙德一死 这帮土匪就群龙无首了 好啊 汪玛 有事吗 看见鹰子了吗 鹰子 鹰子 上个上天吗 鹰子 鹰子 来了 丁子 以后见了房里的那些人 你还能认出来吗 他们都戴着 用黑布做的头套呢 就露两只眼睛 看不见脸 有一个人还说他自己是火爷 可凶呢 他不是火爷 火爷已经死了 你再好好回一回 他们把你绑在什么地方 用麻袋装着拉进去 又用麻袋装着拉出来 我没看见是什么地方 天城老哥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娘 林贵 谢谢你救了我娘 你小子就是聪明啊 你这个鬼脸子 可是救了我娘了 等这个 等乱过这几天啊 我请你喝酒 喝好酒 你顺便 把给你们保安队的那五千块钱大型的赏钱 你快点回去 你放心县长 我一定来 好 英子 你再回想一下 他们到底带没带枪 这个 我 张队长 谢谢你 救命 英子 英子 英贵 孩子们刚受了惊吓 这事就不问了 先回去歇着去吧 谢谢队长 县长 你娘的身子咋样 大夫刚给看了 说我娘受了惊吓 大夫给开了药方 说吃几副药就好了 就好 县长 我分析 绑你娘的这些人 就是李伙德的手下 要不 咱保安队在街上才喊了半天 他们就把人放出来了 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娘出这口气 行了 行了 这事到此为止 为啥 今天拔路的人找上门了 说李伙德 是他们独立营的一个营长 县长 咱又不知道他是拔路 咱是剿匪呢 对 不知不为罪 共产党又不能不讲理 能把咱咋的 咱们可都是国民党党员 咱们是以杀人偿命这个礼 去剿匪的 这事不怕 让我顶着 他是不想让火娃去当土匪 找娃找了那么多年 那么大年纪的人了 硬是把黄河边都找遍了 他这次 能让娃再走吗 可怜呀 那不是他 那些保安队员 就 也抓不住国家 国家孝顺 他是要他娘 给害了 抓舍的 自己的爱 那是活活的 活活的把娃的腿 给废了 我 我要死了你 我死了你 我没什么打理 你要死去上来啊 我的娃丢开了你啊 我傻子傻严了 但是真的 我再给大家 阿姨没办法 你再给劝劝 我再劝劝 我再劝劝办法 你 你 嫂子 你 我再劝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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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哥 金娃 金娃 我再劝劝 我再劝劝 快点 宝哥 你不能这样 娘 不哭 娘 不哭 不哭 娘 娘 你往来吧 娘 娘 六哥 你不要一个人去创县党的家子 这样太危险 我们已经研究好了 鹰子会动手的 等事成以后 你带着鹰子走 走得越远越好 好 那我带他去隆南 去参加拔鲁军 去参加拔鲁 是不是共产党那支队伍 对啊 好 太好了 虽然我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人 但是我听了好多他们的好话 这个党好 大哥 我也去趟拔鲁军 好 你和鹰子一块去 这是正道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上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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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124 赵总员 出差事了 你自己看吧 火的被杀害了 对 今天早晨刚收到的电报 马龙他们去晚了 他们赶到你们县里的那天 你四弟 李伙德同志 被打死在黄河里 按理说 他们昨天就该回来 从石子滩到这 他们起码一个来回 也就四天的路 是我太大预防了 原以为 是你娘想多留她住一晚 可你想到 你出了这种事 这 这事 肯定出在我家身上 石流总终现在怎么样了 把你千万别再出事了 这些事还要睡着的 就咱俩知道 周老远 这件事情先压一下 先别跟他走进来 我们大家一找就该不上去的 我一直留意了 我一直留意了 死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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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不敢不敢 我拿个说您队长的钱 我坐车欠过你们谁钱 拿着 快点 接个我高兴 可别惹我生气 谢谢谢谢 张队长 张队长 傅燕来了 来了 人家还给您送了这么多礼盒呢 英子 要不是张队长想的那个主意 离活的这个土匪的手下 也不会放了咱们 奶奶 要不是人家张队长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呢 奶奶 您应该谢谢人家 敬人家一杯酒 喝酒是他们男人的事 我就不去了 奶奶 您看 人家还给咱们送来这么多礼盒呢 英子 到内屋抱一坛子酒过去 人家 做吗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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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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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